臺灣世界的電網會人區辦輸出 在生化地區辦理存在港文餐會 以及紅包團愛的活動 邀請受幫助的六四的立東 和贊助單位作為用餐 希望可以幫助六四的立東 安心達車追求自己的望向 現場的電視各種手工所作成的 題目、機包、切包頂來作祈賣 希望祈賣所得可以 替六四家庭輔入增加修律 為了要有經濟六四的立東 可以安心上課 不用擔心沒有學費來祝他 因此臺灣世界的電網會人區辦輸出 在生化辦理存在這個港文餐會 以及紅包傳來多年 邀請受助六四立東和贊助單位 共同作為會參與記名 希望可以幫助六四立東安心住他 追求自己的望向 孩子們開學前夕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港文餐會 來帶給孩子們 有一個不一樣的一個 加油打氣的時間 那今天我們透過這個餐廳 我們邀請所有跟掌握會一起關心 支持經濟弱勢的家庭的 這些企業員們的軍款人們 來到這裡 然後透過孩子們 他們除了掌握外除了關心 他們在學習的一個 學校學習的一個狀況之外 更重要的我們希望讓孩子有多元的發展 另外在外島行程的電視 國中手工所做的手庭 零錢包、八包、三家庭他不會外島 希望他不會收到 來幫助近座六四的家庭婦女 可以借助手庭的東西來增加修律 台灣世界掌握會是透過培養他們另外一種技能 讓他們有其他的機會來賺取其他的備用 來補貼家裡的支出 那我們期待他們有一天可以自己銷售 那目前他們還沒有辦法自己銷售 就由台灣世界掌握會來為他們做義拜 那所有的守得我們也都回歸給他們 來玩世界掌握會人口辦事出標時 今天這位參加多人 來感謝贊助經費的黨員 以及讓六四的理論 感受社會的溫暖和愛心 也期待每一位受付的理論 將來可以回饋社會 作為一個有愛心的人 將這份愛來祝福社會 需要幫助的感恩 記者蕭建委 聖化庫 蔡文博德